在人格魅力中有一种成分叫大气 无论一个人地位是高是低 事业是大是脚 身份是显是微 一个人的魅力如何 关键是看有没有大气 什么是大气 大气是一种做人做事的风范 态度 气质 气度 是一个人综合素质 由外散发的一种无形的力量 大气是一种纳百川怀日月的气概 一种从容大方自然天成 胸有成竹的气量 一种成熟宽厚宁静和谐的气度 人的大气主要表现在 对人对势对己三个方面 对人要宽容不斤斤计较 对势要超脱不深陷其中 对己要豁达不小度几场 大气是一种精神人格的淬炼 一个大气的人不是没有原则 没有气节 而是小事不挂怀 世间无大事 凶如大海 只藏真善美 拒绝虚假 懂得忘却 不计得失 活一种精神气质 活一种品味境界 一个大气的人不是没有七情六欲 而是世事动鸣 人情炼打 知进退 懂人心 自求多福 宽容是精 不管多么大的不愉快 也能够做到一笑了之 是过了心随空 不让污浊之气在心里停留 内心永远保存新鲜的空气 一尘不染 化腐朽为养分 让他们滋润自己的心田 一个大气的人不是不识人间烟火 而是长久浸泡在俗世中 有了一种领悟 生命得以生活 明白了烦恼愁苦是一事 开心快乐也是一事 愿意分享 不怕付出 一个大气的人不自卑 温柔敦厚 不识纯真 气定神贤 稳如泰山 深沉如山 透彻如水 能够透过现象 准确把握事物的本质 不固执 不迷失 得一份大自在 大欢喜 人生一世 草木一秋 细致做事 大气做人 应该是每一个人 都追求的境界 有大气者 方能成大气 有大气者 方能立于不败之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多dır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